设定页首选单列 那么我们一样点右手边这个图示把它点开来 这将是我们待会要复制的这个程式码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页首的选单列 就是上面这一串这个蓝色的 这一串要怎么制作 那其实它在bootstrip的官方网站呢 你可以切换到这个component 然后你按键盘的这个Ctrl F来搜寻 用关键字Navbar来搜寻 好,这些其实就是所谓的Navbar 好,在这个地方 在第二个这个地方 那Navbar它的这个基本的写法呢 在这个地方就有告诉你 它只要下一个class的语法 Navbar default或者是什么颜色 基本上它这边有一个样板 它的样板会长成是像这样子 甚至它的Navbar都可以有下拉式的选单 好,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语法我们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在Sumnite Text的这个我们的首页呢 好,在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Hello World 我们把Hello World 原本呢,我们的网站呢 好,我们的网站叫做Hello World 好,那现在我们把这个Hello World 我们把它替换掉 把它Paste 把它贴进来 好,那上面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有这个灰色的部分呢 就代表是注解 我们在注解说 这一串的程式码其实就是叫做 叫做这个Navbar的这个功能 好,这是我故意把它注解起来的 好,那我们看到它这个地方用class把它说明 这个叫Navbar 然后class的这个地方叫Container Container是内容区的意思 那这个什么叫做I呢 I就是图示 就是字形 字形的图示 好,也就是我们要产生这样的一个字形 也是我们要产生这样的字形的图示 好 那么把后面的这些字 把它写一写 当然你就可以自己把这些字把它改掉 那最后我们把它存档 好 那我们针对我们的网站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们的这个颜色就有了 就有 好 那我想你一定会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这个地方是黑色的 好 那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曾经在这个地方去这个V05的这个教材去选 选用这个叫Boot Swatch 那这个Boot Swatch的这个网站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到Boot Swatch 我们去选了 它的几个样板 对不对 几个样板 那这些样板其实呢 它是有JS的 那所以呢我们一样呢 好 我们在下载的这一个webdesign对不对 我们这边有个JS 这边应该有个JS Boot Swatch 这个JS你应该要把它给复制起来 复制到我们的这个Boot Strip这个根目录嘛 也把它丢到这个嘛 也把它丢进去里面 好 那我把这个嘛 JS的名称把它复制一下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当然要去改一下了 我们这一支档案的最底下这个地方 要再加一个Boot Swatch的那个 我先把名称先贴上去 好 那这个呢 我把它复制起来 Copy 好 把它贴上 然后呢 我们要连结的 要载入的 把它剪下来 要载入的是这一个 好 这个Boot Swatch的JS 好 那我们把它嘛 呃 存档一下 好 存档 然后呢 我们再回到这一个地方来 重新整理一下 好 那上面呢 应该还有一个CSS 我们还没有做 好 那我们重新再回到 这个Boot Swatch 这一个网站来 那我们来选用 假设我们选用这一个 这一个 样板 那点进来之后 它这边有个download download 你把它下载下来 这边有个CSS 这个CSS 我们把它下载 好 那你按右键 把它另存新档 另存新档 把这个 Boot Stripe 里面这个CSS 我们把它置换掉 这个档案会置换掉 我们原本这个档案 我们把它储存 它说要不要置换掉 我们说取代 好 那就取代了 好 经过我们用它的 这个CSS之后呢 好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重新整理一下 大家有没有看到 好 这就套用到它的CSS了